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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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有毒的 带着毒的 不多 有毒的有文字 有未毒的文字 但是在我们这个附近里面来讲 从佛的时候 处理的方式来讲 不要用一种抱负的心 或者是 称恨的心 或者怨愤的心 来对付动物 对付任何一种动物 还是用为了 保护自己的生活环境的亲戚 对 以及也要保护众生 不要被我们杀掉的那种 也就是慈悲心 为了保护自己的 我们人类的健康 同时要保护众生 不要被杀 因此最好是亲戚环境 清理环境 不是要杀动物 不扑灭这些害虫的话 它不是会大量繁殖吗 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的环境了 不一定 我在纽约 纽约市区里头没有文字 我在上海的时候 上海的印族界 法族界没有文字 这中国人住的地方有文字 为什么 它那个下水道做得很好 而且上水 这个上边的这个路面上 也没有那么脏的 那个繁殖文字的地方 所以是不一定说是 这个说是我们不杀文字 就有文字的 你只要把它环境弄得 干干净净 弄得清清楚楚 不会有什么文字 那如果说我们为了种花 种菜 那有时候我们要喷农药 这个预防虫子来咬它 预防虫害 那这算不算杀生呢 我们知道 用农药 用到到今天为止 有很多的这个水果 人家都不敢吃 很多的这个树菜 菜树 吃了以后会有病的 所以这个用农药 好像是帮助我们的 实际上是害我们自己 农药本身呢 好像是杀虫 或者是防护 这个蔬菜被虫吃 结果呢 人吃了药 吃了农药还不知道 另外呢 如果农药用的太多了的话 我们这个土地 土壤啊 也会中毒 土壤 如果是土壤中毒以后啊 种任何植物进去 那个植物本身呢 就会变成有毒 我们人一吃了以后 也会中毒 所以是以今天的这个环保的观念来讲 这个真正的卫生的观点来讲啊 用农药是错的 用自然的如何能够使它不生虫 那是最重要的 所以是现在有好多地方啊 美国也有 日本也有 我们台湾现在也有啊 就是不用农药的菜 不用农药的果 都在种啊 所以这些问题啊 今年以来 已经在改良中 已经在改进中 我想将来 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呢 大家不需要用农药 用杀葱药来保护我们的蔬菜和水果 那如果说我们不用农药 我们用补蚊灯啊 或者是补虫灯啊 或者像我们家里有的时候说 好 我不喷滴滴滴 那我弄一个补蚊灯补蚊灯 那这又算不算杀生呢 那也是错的呀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补蚊灯补蚊灯呢 补蚊灯补蚊灯补不完的 你这个可以补到一部分 但是呢 这个漏王子有很多 如果说能够叫它 没有繁殖的余地 那才是 这是最好的办法 所以是呢 用我们人的智慧啊 来防止 病虫害的发生 这是最重要的 不是事后杀动物 这不是高明的想法 也不是有智慧的人 应该做的事 那有一个情况 不是常常遇到 可是如果遇到的 我们该怎么办 譬如说 如果我们在野外 碰到一个毒蛇 那么如果 它要咬我 我不杀它 它可能要咬我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也不能杀生 其实呢 我们的法谷山呢 就有很多毒蛇 但是我们的那边的毒蛇 是不咬人的 这个听起来很神奇 其实不 毒蛇本身是不会咬人的 只有人 让它去咬啊 它才会咬 毒蛇第一个 它是听不见的 耳朵是弄的 还有呢 毒蛇并没有主动的攻击性 它是为了防卫自己 为了恐惧 害怕 它再来攻击 否则的话 它不会攻击人 所以是你看到毒蛇 你跟它讲 你走了 让一条路让我走了 你用手给它比一比 它会走掉 我们常常 拿这个动物 来做医药的实验 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医学很进步 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些动物 牺牲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或者说 忍受很多的痛苦 所以达成的 那么这个医药呢 一方面也救了人 可是呢 对这个动物本身来讲呢 它是受了很多的罪 那么这样子到底算慈悲呢 还是算残忍 这次意思是解破 是不是啊 比如说天作鼠楼 青蛙楼 对 猫楼 不仅是解破 有很多时候 我们把一种病菌打进去 看它会生什么病 观察它 或者是说 这种药打进去以后 这个它会不会治疗 治好 就是很多都是用动物 来做实验的 那么西医都是这样子做了 中医好像没有这样子需要了 对 那我站在一个副教徒的立场来讲的话 我认为能够扫杀一点 是比较好的了 那一定需要用这些动物来实验 为了救人 那我想也无可厚非 反对 反对也是错的 但是为了借这个名义 为了救人 而是烂杀动物 那就是一个不值得原谅的事 所以是现在很多医院里面 所以是现在很多医院里面 以及医学院里的学生 他们解剖以后 把对这个解剖的动物 他们祷告一下 希望它能够成天 这种心态也很好 还有从副教的立场来讲 人要比其他的动物 更能够修道 能够修行 所以是救人 要比救其他动物更好一点 另外也可以讲 说这些动物是来救人而来的 是为了救我们更多的人 他牺牲了 我们但愿他因为救人 而被牺牲 而被杀了 我们但愿他们能够 又得到好的果报 从此以后 不再变成那小动物去了